男人手上莫名长出铁爪 他好奇的摸了一下 结果爪子割破手指 更可怕的是 另一边也长出铁爪 他想用力甩掉 可爪子太过锋利 竟然把台灯砸得洗碎 然后用锯子想把铁爪锯下来 没想到锯子干不过铁爪 男人飞都要欺诈了 想着出去找朋友帮忙 却把肛门干出几个大窟窿 原来男人跟闺蜜爬山时 突然天空雾欲密布 一道闪电咔嚓劈中了他们 下了裤子都湿透了 本以为就此嗝屁 可奇怪的是啥事没有 他们以为只是幻觉 可一年后男人睡醒觉 却发现震惊的一幕 手上居然长出了铁爪 蒙圈的男人瞬间蒙圈 更没想到的是 竟然长出两个 碰在一起还刺刺冒火星子 他想开门出去 没想到直接刺穿了钢门 男人害怕坏了 于是想用钢锯锯掉铁爪 可是锯了半天铁爪毫发无损 钢锯竟然被干报废 累了半天想喝个可乐 结结可 结果 于是打电话让朋友帮忙 没想到朋友也没好到哪去 早上醒来一睁眼 竟然射出一道火光 直接把天欢板穿个窟窿 吓得小伙赶忙捂住眼睛 正准备起身 竟然又射出火光 这下彻底不敢睁眼睛 于是戴上墨镜试试 没想到 小伙无奈闭着眼睛 来到厨房找吃的 即使到处来的是急目 因为眼睛看不见 还是哭声哭声噪的杠箱 经过两个人的沟通 发现问题就是那道诡异的闪电 既然没办法改变也只能接受 最后男人也发现了铁爪的优点 不仅可以刮胡子 还能直接用来切菜 朋友也破解激光眼的用法 想吃烧鸡直接眼睛一等 小鸡瞬间烧得外焦里嫩 晚上想睡觉时 男人摘下魔镜 射出激光关闭电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也意外获得超能力 最想用来做什么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如果金刚狼来到现实世界 会发生什么呢 早上起床 直接用狼爪逛闭闹钟 然后再伸个懒腰 就是有点废墙 因为有铁爪 根本也不用挂胡刀 插插两下就刮得贼拉干净 可由于鼠练度不够 夸得把脸拉到狗子 还好他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很快伤口便消失了 然后插个苹果 一边吃苹果一边做早餐 用铁爪抠出奶油 均匀涂抹在面包片上 乔科单身50年的攻击蛋放碗里 在搅拌七七四十一下后 做成特别有营养的单炒蛋 吃饭也不用筷子了 不知道这么方便的爪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 看到报纸上的优惠圈 直接伸出爪子轻松给挖下来 吃饱后来到楼下 夸得插中半吨中的垃圾桶 轻轻没用力就举了一千来下 再也不用买健身器材了 但也有烦恼的时候 遇到朋友想碰个拳 结果拳头被刺穿 就连弹了80年的女朋友 也跟他分了手 男人伤心坏了 激动的弹出铁爪 重重的怼进墙里发泄 可没想到竟然拿不出来了 即使用尽吃爷爷的力气 也没有任何作用 更尴尬的是和朋友一起去谈生意 面对安检朋友顺利通过 可轮到他时 警报滋滋的响个不停 随后工作人员对他进行检查 没想到探测仪扫哪哪响 结果被当成恐怖分子 这也太可气了 好不容易在家里放松下 对着游戏里的坏蛋 夸夸的以对输出 可因为太过激动 退出游戏后才发现 家里已经被他划得细发烂 这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装修的 中午睡个午觉 突然被手机进行 别的没啥 就是感觉有点头疼 小伙儿在跟金刚狼碰拳后 也获得了超能力 切黄瓜只要咔咔几下 就快速剁出很多小段 修剪楼下的绿植 只需要弹出两只钢爪 随便回舞几下 就剪出完美的造型 不多不说还真有两下子 在野外想吃烤肉 把两只钢爪在一起摩擦 冒出的火星子瞬间点燃柴火 再将棉花糖穿在铁爪上 放在火堆上烤制八分熟 小微刀也太哇塞了吧 那么看完故事后 你觉得有了金刚狼的钢爪 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钢爪 你想不想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小伙儿玩反恐精英时 画面里突然出现好朋友 他扣动半几 没想到朋友直接被爆头 他不知道游戏是真实的 而里面的恐怖分子 还会闯进自己家里 对准男人的脑袋 害怕得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原来小伙儿在电视上打游戏 突然说后出现个敌人 并且朝他开枪 还好他反应够快 迅速射击干掉了坏人 小伙儿顿时觉得太刺激了 可就在这时 游戏突然卡住了 正当他要喝口水时 游戏却突然开始 小伙儿赶忙继续游戏 这时又出现一个蒙面男 吓得小伙儿一机灵 两人开始疯狂战斗 小伙儿凭借50多年的游戏经验 三次卡顿 于是男人起身去拿可乐 等他坐下游戏已经开始 这次来到一个小镇 转身发现有个敌人 立马瞄准直接抱头 男人正玩得起劲 突然电话响了 原来是朋友打来 可诡异的是 朋友居然出现在游戏里 小伙儿示意他打个招呼 居然真的能看见打招呼 朋友还说你千万不要开枪 可是小伙儿却要试试 结果下一秒 朋友一声 电话也直接挂断 男人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朋友的恶作剧 又继续玩游戏 让更诡异的是 画面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小伙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紧来到窗户前查看 果然有反恐精英 拿枪对准了自己家 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于是继续游戏 没想到对方竟推开房门 来到屋里拿枪指着自己 并且跟电视里的画面一模一样 他还不相信是真的 于是按断按钮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游戏成为现实 你还敢继续玩游戏吗 敢的扣一 不敢的扣二 你用过正版的鼠标吗 大爷吓出屁了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陈豪带着他的鼠家军 气势汹汹地冲进来 没费一兵一卒 大爷顺理成章地 被老鼠啃食殆尽 回到家 陈豪给鼠家军吃一顿大餐 然后点上国外的二T角 扔了进去 刚才帮他杀人的老鼠 已经成为丧尸 没人兴得开启烤老鼠 这是啥肉都敢吃呀 其实陈豪也只是个 朝九晚五的小职员 每天受着老板的窝囊气 为了吃口饭一直忍气吞声 这天他用粘贴捕捉到一只小白鼠 他给老鼠洗过澡后 拿着木树轻轻地梳着头发 生怕用力过猛 梳掉了一根寒毛 最后还给用了九块九的发膜 老鼠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用着玩意儿 他给老鼠请个好听的名字杰瑞 把杰瑞安全地送回家 还把珍藏两年的罐头拿出来 大方地送给了老鼠一家人 他突然感觉很舍不得老鼠 猛地回过头 杰瑞探出了头 好像也在等他 这样只好感动的热泪盈眶 当天晚上他们就睡在了一起 并成为了好朋友 白天他拿着报纸逗杰瑞玩 这只只小家伙牙齿厉害得很 报纸的香味吸引了其他两只老鼠 一会儿的功夫就咬个洗碎 神豪也是很吃惊 这时候他发现一只五六斤重的大耗子 竟然在啃十七车轮胎 这让他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他找来十几只老鼠 培训他们一起咬轮胎 做得好的就奖励美国大针子吃 随后他拿出两个袋子 打包了所有培训合格的老鼠 他要去做坏事 男人放出袋子里的密切 只会训练有素的宠物 钻进别人家的车库啃食汽车轮胎 老鼠只啃得津津有味 那只大耗子由于体格太大进不去 他咬起了九块九的防盗门 几下子就给自己 咬出量身定做的入口 一个人就咬爆了一条轮胎 事成之后陈好撒腿就跑 回去的路上一条疯狗乱叫 他心烦意乱的把狗丢进箱子里 此时觉得耳根字清静了 谁都别想找他的麻烦 第二天他心高采烈的来上班 同事们正在议论老板新买的车 昨晚被老鼠吃了轮子 这让他心情大好 晚上又给老鼠大军吃大餐 不忘开个总结例会 特别表彰了长得白白晶晶的杰瑞 同样立了功的耗子找他理论 被陈好无情的拎起耗尾巴 告诫他长得丑不要想得美 随后狠狠地甩下楼 可是耗子不服气 偷偷爬上陈好的西蒙斯 男人气得抓紧尾巴又丢了出去 一觉醒来他发现老鼠大军 已经进了母亲卧室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大耗子 只使其他老鼠干的 就这样他送走了唯一的老母亲 杰瑞就是他以后的家人 告别会上没有亲戚朋友 他带着杰瑞送母亲最后一程 伤心欲绝哭得大鼻涕直流 这天好心的邻居送给陈好一只猫 陈好还怕猫咪吃了老鼠 于是婉然拒绝 但是猫咪执意要来 随后上演了一出新版猫和老鼠 花猫被老鼠吓尿了 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一窝 而是一屋子老鼠 老鼠繁殖速度惊人 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形成庞大的规模 纵身跳到了沙发上 顺着沙发直接跳到衣柜上 这只大耗子坐在沙发上 悠然自得的看热闹 猫咪确认了下不是做梦 老鼠一窝疯的拥到衣柜这边 然后对着衣柜腿开始死咬 人多力量大 跪脚很快被咬断 衣柜摇摇晃晃的倒下 猫咪直接纵身一跃 逃过了这一劫 他发现有个通风管道 猫咪爬上滚道准备逃出去 可大耗子已经等候多时 突然冲出来 将猫咪重重创飞出去 掉进了下面的鼠群 成为老鼠们的典型 沙好担心大耗子在家搞事情 于是将他们一起带到了公司 寄存在杂物间 没人信的老板因为沙好处理丧事 请假三天就让他打包走人 这要是我老板 早就吵他有鱼了 可是窝囊的沙好没了办法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女同事发现了老鼠 老板很快带人赶了过去 残忍的老板直接拿起小棍 对着杰瑞狠狠刺了下去 杰瑞发出刺耳的惨叫 这个懦弱的男人只知道哭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终于杰瑞喷出番茄汁 看着削肉模糊的杰瑞 只好通哭起来 失去家人和工作让他悲痛欲绝 回家后 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终于爆发 他要给杰瑞报仇 随后拿来袋子将鼠家军全都召唤出来 成千上万只老鼠迅速集结完毕 由于数量太多 不得不租了一辆货车用来运输他们 此时老板正在公司下班 他打开车门放出暑假军 只好站在门口默默看着老板 老板惊慌失措拼命求饶 可他不畏所动 老板见状一把推开陈好想要逃走 老鼠们见识蜂幽而上 将老板扑倒活活咬死 深仇大汉以报 他要毁尸灭迹 拿来食物将老鼠引进地下室 然后关上房门 将二弟脚扔了进去 两秒后地上布满老鼠们的尸体 然后一把烧成灰 但最终还是漏掉了一只 而且是体格最大的那只 为给兄弟们报仇 大耗子从外地叫来帮手 对陈好发起复仇 在老鼠们的疯狂攻击下 老房子很快被击垮 老鼠们从各个角落拥进了别墅 伴随着阵阵惨叫 陈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此时又出现了一只白老鼠 他兴奋地伸出手指 白老鼠乖乖地爬到身边 他轻轻地爱抚着 偷偷地藏在衣袖里 脸上露出邪恶的微笑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关注淡胆 带你看精彩电影